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就是你看科学派 学员派 他有点不太承认 BTS 在欧美外企业 真的特别流行 他们真的会 第一个会做这个测试 第二个会拿这个测试 这样去就是分类 谁适合什么 谁适合什么 但并不是说 就直接把你挑到那去 但是他们有一个 他们正拿这个当作 一个挑战的依据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 做这个测试呢 是在什么情况下 进去的时候 招工的时候 对啊对啊 我会 我作为一个被招工的时候 我会特别抗拒 我甚至会很愤怒 他没有说 就是哪一类不好 哪一类好 他不像 你像那个弗里德讲的 口语期 钢语期 就是 俄地普斯期 是吧 他逐渐往这发展 那口语期 的确是最低级的 是吧 当你人格停留在口语期 你有各种各样的 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要往 钢语期的时候 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当你心智 发展到俄地普斯期 这个时候 他意味着 终于有一个 要杀富区母了 就是你终于 能够竞争合作了 想一下就好了 不要做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我去一个大公司 那个应聘 然后他要让我 做MBTI的话 我会拒绝 我会说你有什么资格 就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权利 来要我接受 这样的一个考试 就是一个测试 因为我如何确保 你不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MBTI测试 来掩盖可能招工当中 产生的很多的不公平 鲁玉 那个拒绝的想法 很多人都有 可是没有很多人 有拒绝的能力 是的 没有资格 没有办法 是你找人 找工作 人家说 那不好意思 您不答是吧 那下一个答 所以我觉得 特别傲慢 就很不公平 我想也没有 哪个公司 真的拿它 当唯一的标准 有的时候是属于 再加一个参考分 但是确实 什么事都得认真 你比如说 这个就是荣格 荣格说这母女俩 她本来是这个母亲 就是受了荣格的人格类型的 那个书的影响 然后自己发明了这么一个东西 她先是用来在家里 把她女儿当实验 教育她女儿 最后她以为她教育的很成功 后来她女儿 又拿她妈妈发明的这个东西 更进一步的完善 最后才发展成这么一个 全球都有名的这么一个项目 后来是美国战略情报局 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你想一度就拿这个东西 来看谁适合当特务 谁适合当检验 但是最后 就说没什么用 对 战略情报局的结论是 没什么用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 你看我们讲测试的时候 它涉及到两个就是标准 一个叫信度 一个是效度 信度就是一致性 比方说我此刻 这次测你是 比方对我来讲 这次是NFP 不是NFJ 然后就是下次还是这个 那叫一致性 所以这个它效度 它信度OK 但是效度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对那个中央情报局之类的 这间谍派出觉得有去无回 这个测试就发现测试显了高分 最后发现其实经过实践检验不行 这就说效度不行 但是荣格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是同意的 他就说 也许人类可以分成八种类型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外 而且我看了 就是你发给我的那个 我们做题的这个 我发现它不太适合 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去做这个题 就它明显 它因为就是 这俩是美国人嘛 对 它更是 首先它更适合英语语境下去做题 更适合可能在英语语境下的人们的 思维方式去做那个题 中国人去做的话 第一它特别绕 它是双重否定的时候 很多题 然后总之有很多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高考 或者考托福那种测题 尝试的人的话 你做这些题你很懵 所以它这是更严格的测试 对这样 它要到 比较到中国的话 要中国化 中国化都要建立中国人的样本 而且这个抽样要非常的科学 就是按照中国人的人群结构 就是每一种不同的人 每一个地区的人进行抽样 这样 最后建立一个足够的样本 然后接着再去 根据中国人的特色 再去修改这个部分 这就要做完成它的文土化 你比方说像它这个建立在 荣格的基础之上 就是荣格本来就分了 就是人性的三个维度 是吧 就是结果呢 它又加了一个 这个这个P 又加了这么一个维度 用四个维度 这个四个维度 你看二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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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这个整理十六 十六种的类型 我就在我的感觉里 人没办法分 就是这么细 分出十六种来 我听他们说 你们心理学家就说 好像还有点靠点谱的 是一个叫Big Five 就是 对大五 你说大五是哪大五 大五理论它就是经典的 我可以拿手机给大家来念一下 我说外向性 大概是神经质 还有什么负责任性 反正尽责性 还有一个是什么了 我也记不清了 大概就这么 因为对我来 我是偏 就是我喜欢做抽象思考的 就是 我觉得大五理论 它没有这个理论上的美感 你看我根本记不住那五个维度 你看荣格的这个 就是首先内向和外向 就是他讲的这个能量 是我们是向外的 是向内的 就是你在我的感觉里 就虽然大家老说你是爱人 就从某一方面是 但你说你这个能量 比方我们之间现在一聊 你俩的这个能量往外走 这是很明显 这边好奇 就是传说荣格跟弗洛伊德 两个人见第一面 就聊了13个小时 对 是的 他们俩是互相分析吗 互相别瞄头 你想分析我 我想分析你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就是像荣格对弗洛伊德 当然非常崇拜 江湖欣赏就会聊很久 但是后来他跟这个弗洛伊德 又分道扬镳了 不过你讲这个荣格呀 这倒是说说 咱们今天要聊的了 你看咱们一聊 都是从他们祖师爷开始说起 MBTI 我身边的这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哎呀跟我说 我能让你测一下 我能让你测一下 你你是什么 我是 I什么 N F P 你是什么 我是ISFP T 你就五个痛 ISFP 横杠T 那什么 它有一个分支 它那个横杠后面还会分T跟A 就A是积极的 这个T是消极的一些 消极的是吧 对 江湖是什么 我想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做的时候啊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扭曲 我心里先想了答案 我觉得我要 我是ENTP T for Tom P for Peter 就是那个 我就做的时候 我就很扭曲啊 我去迎合那个答案 有没有 选那个答案 到最后出来 果然我就是 ENTP 就是外相 我大学的时候啊 就是当时我的北大 就是我给三十来个 就我们同学 就是作为这个测试 但那个是16PF 那个是卡特尔的人格测试 它就是分16项 就是 当时我追的一个女孩 她在北里宫 结果我就 又给她们 就是那些同学 三十来个人做个测试 你就靠这个追女孩 对 因为当时太内向了 所以得找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还没行医 对吧 这个就不是来访了 所以 好好好 当时我做了测试之后 我就后来就发现 就是 当我看她们测试结果 我对她们了解 其实不够 那个 OK 但是等我看她们的原题 她们怎么答这个原题 我看了那个原题之后 我觉得 我这样一来 我对这个人了解 才是更加真实的 而且全面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 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性格测试 人格测试 不是那么感兴趣 这个 MBT 就是我 去年应该才开始测 您是什么 我是INFJ 那你觉得准吗 还真是挺准的 你这心理学家都这么说 对 挺准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心理学家 你们太明白 这个所有心理的 这个测试的每一个问题 它设置的原因是什么 这时候不一样 你看就是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你看我作为一个资讯师 就是我这时候 立马就要启动一点 这个部分 你俩都有一个部分 控制 对 你们先去 你们不希望被控制 是的 所以你们先去掌控形式 所以马老师 你讲的 无论是你刚才讲 做测试 还是讲到当年 在大学的时候 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一个 你说了好几次心理扭曲 在我这儿有这个部分 很短暂时间之内 一句话连续说了三遍 这事就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心理扭曲 他说了至少三遍 就扭曲了 那代表什么呢 老师我必须讲三遍 因为其中有两遍 他们会剪掉 我太了解文涛 这次文涛不剪了 原来结论是我们扭曲 这代表什么 我很感兴趣 讲了三次扭曲 你看他在做测试题的时候 他先想到 对方是在做一个测试 所以我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然后我就做的时候 有一定的就是引导 那这个时候 这个测试就真不一定准了 我是就是完全交出去 就是我是什么 我就试什么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因为您太了解 这个题目设置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可能在不直觉中 您的这个专业 把您的本性 会不会有一些些改变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 你看就是 虽然我是专业的 我也知道这些题 它在测试嘛 但我这没有评判 没有说怎样好 怎样不好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 他这个题是想往这个方向去测 那这个和我那个自己的一个准确度 就是会不会有一定的偏差 这我做一点修正 但那个做修正 不是为了掌控那个题 而是我让自己更坦诚 就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看见这个个性上的不同 就是你俩的这个掌控性 就是要和这个题叫个劲 要和那个这个测试者叫个劲 到底谁说了算 你看他每次都能把三个嘉宾 变成病人 你知道 他就是他的本能 咱们图示一下 找找自己 你看就种种的 就四个字母 概括一个人的人格 像这个主人公类型的 ENFJ 说古爱玲是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 什么 INTJ好像是 他是古爱玲是爱呀 他是爱的话 INTJ 所以大家都觉得 把他组合 是吧 嘉辉没有复合你的 第三也是我 第三个辩论家 ENBB 你看生产鬼点子的杠精 反正都是好的 有点像 都是什么家 25%的小聪明 20%表达欲 15%跳脱 15%自恋 这有点少啊 你这自恋的51% 我看 10%探索欲 15%创造力 你看我是调停者 INFP 这个顶级拖延症患者 太承认了 我不能不承认 是 就是我确实 时间管理方面太差了 你就没有时间管理 对 随性 这真的也是你 是吧 吴老师您太好了 说随性 我不信吧 但有时候你也不能不承认 哎 这就是照巴纳姆效应 嗯 没错 没错 就是你觉得 谁都对 对 吴老师有你的吗 我是提倡者 提倡者 对 你今天再来这全提倡 蓝美的打工人之光啊 吴老师 那我做事真的很靠谱 但是但是可能老板 不一定喜欢我这样 但是你有百分之二十 间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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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郁 你的这的确是 你看这个 我这个抑郁的部分 谁不是呢 大哥 谁不是间断性 忧郁的 对 谁不是呢 好我们再看 就到底这几个字母 代表什么 这字母的来历是 爱就是念受 爱的人内向 意就是外向 N就是直觉型 S就是实感型 就关注具体细节啊 然后T呢 就是逻辑型 F呢 是情感型 依靠情感和价值观 重视感性和人际 P呢 是灵活开放 J呢 是喜欢做计划 做判断 就做判断 比如说 他说他是J人嘛 我就说J人从来不迟到 好像有这么个说法 我也不迟到啊 我从来不迟到 虽然我不是 所以就是巴拿姆效应嘛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 最终是在夸你的 对 最终都是 没有一个贬义词 你会觉得哇 那你像 ISFP都有谁啊 那个Lady Gaga 然后迈克尔杰克逊 那我跟这样的人 放到一起 我当然很开心了 你会觉得 哎 我就是ISFP啊 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就是 就是你看科学派 学员派 他有点不太承认 BTS 在欧美外起来 真的特别流行 他们真的会 第一个会做这个测试 第二个会拿这个测试 这样去就是分类 谁适合什么 谁适合什么 但并不是说 就直接把你调到那去 但是他们有一个 他们正拿这个当作 一个不重要的依据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 做这个测试呢 是在什么情况下 你进去的时候啊 也包括 招工的时候 对啊 我会 我作为一个被招工之后 我会特别抗拒 我甚至会很愤怒 他没有说 就是哪一类不好 哪一类好 他不像 你像那个弗里德讲的 口语期 钢瘟期 就是 俄地普斯期 是吧 它逐渐往这发展 那口语期 的确是最低级的 是吧 当你人格停留在口语期 你有各种各样的 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要往 钢瘟期的时候 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当你 心智发展到 俄地普斯期 这个时候才意味着 终于有 要杀富区目了 就是你终于 能够竞争合作了 想一下就好了 别做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我去一个大公司 那个应聘 然后他要让我 做MBTI的话 我会拒绝 我会说你有什么资格 就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权利 那要我接受这样的 一个考试 就是一个测试 因为我如何确保 你不用这样的 一个所谓的MBTI测试 来掩盖 可能招工当中 产生的很多的不公平 鲁玉 那个拒绝的想法 很多人都有 可是没有很多人 有拒绝的能力 是的 没有资格 没有办法 是你找人 找工作 人家说 那不好意思 您不答是吧 那下一个答 所以我觉得 特别傲慢 就很不公平 我想也没有哪个公司 真的拿它当 唯一的标准 有的时候是属于 再加一个参考分 但是确实 什么事都得认真 你比如说 这个就荣格 荣格说这母女俩 她本来是这个母亲呢 就是受了荣格的人格类型的 那个书的影响 然后自己发明了 这么一个东西 她先是用来在家里 把她女儿当实验 教育她女儿 最后她以为 她教育得很成功 后来她女儿 又拿她妈妈 发明的这个东西 更进一步的完善 最后才发展成 这么一个 全球都有名的 这么一个项目 后来是 美国战略情报局 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你想 一度就拿这个东西 来看 谁适合当特务 谁适合当检验 但是最后 就说没什么用 对 战略情报局的结论 是没什么用 所以这时候 一个特别重要 您我们讲测试的时候 它涉及到两个 就是标准 一个叫信度 一个是效度 信度就是一致性 比方说我此刻 这次测你是 比方对我来讲 这次是NFP 不是NFJ 然后就是 下次还是这个 那叫一致性 所以这个它效度 它信度OK 但是效度出了 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 对那个中央情报局 之类的 这间谍派出去 都有去无回 这个测试就发现 测试显了高分 最后发现 其实经过实践检验 不行 这就说效度不行 但是荣格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是同意的 他就说 也许人类 可以分成八种类型 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例外 是的 是吧 对 而且我看了 就是你发给我的 那个我们做题的 这个 我发现它不太适合 我们中国人 思维方式 去做这个题 就它明显 它因为就是 这俩是美国人嘛 对 它更是 首先它更适合 英语语境下 去做题 更适合可能 在英语语境下的人们 的思维方式 去做那个题 中国人去做的话 第一它特别绕 它是双重否定的时候 很多题 然后总之有很多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高考 或者考托福那种 测题尝试的人的话 你做这些题 你很懵 所以它就是 更严格的测试 对这样 它要到 比较到中国的话 要中国化 中国化它要建立 中国人的样本 而且这个抽样 要非常的科学 就是按照 中国人的人群结构 就是每一种不同的人 每一个地区的人 进行抽样 最后建立一个 足够的样本 然后接着 再去根据中国人的特色 再去修改这个部分 这叫做完成它的 本土化 你比方说 像它这个建立在 荣格的基础之上 就是荣格本来就分了 就是人性的三个维度 是吧 就是结果呢 它又加了一个 这个这个P 又加了这么一个维度 又有四个维度 这个四个维度 你看二乘二乘 二乘二乘二 这个等于十六 十六整个类型 我觉得在我的感觉里 人没办法分 就是这么细 分出十六种来 我听他们说 你们心理学家就说 好像还有点靠点谱的 是一个叫big five 就是 对大五 大五 你说大五是哪大五 大五理论 它就是经典的 我可以拿手机 给大家来念一下 我说外向性 大概是神经质 还有什么负责任性 反正尽责性 还有一个是什么了 我也记不清了 大概就这么 因为对我来 我是偏 就是我喜欢做抽象思考的 就是我觉得大五理论 它没有这个理论上的美感 你看我根本记不住 那五个维度 你看荣格的这个 就是首先内向和外向 就是他讲的这个能量 是我们是向外的 是向内的 就是 你在我的感觉里 就虽然大家老说 你是爱人 就从某一方面是 但你说这个能量 比方我们之间 现在一聊 你俩的这个能量 往外走 这是很明显的 有一点我觉得是对的 我想你也是爱人 就是说你是在独处的时候 恢复经历 获得休息 对吧 但是你看我平生最好的朋友 他非常典型的就是 一 跟人获取能量 他就是工作完了之后 要去跳disco 要去蹦地 就或者跟大家玩 他觉得那个是 他的放松和休息 这确实是我和他的不同 是 所以这是你看 先讲外向和内向 你这样一听 这非常的清晰的 这么一个分法是吧 接着这个 就是sense和这个 就是 就是那个 直觉的intention 就是因为我的发音比较差 合北英语 咱俩一样 对 他这个sense在讲的是 你看到我此刻看了 这个眼前的这一切 我的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都打开 我对这些具体的细节 特别的在意 而且很多时候就 现在这个细节里出不来 那直觉性的 他看到几个细节 结论已经出来了 就是所以 甚至有时候 看见一个细节 突然间洞穿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叫 你看这里面也有一种美感 是吧 它非常清晰 就是 然后接着再看 这个就是 就是t 就是思考 是吧 就是f就是feeling 就是feeling feeling和sense 其实在英文上 我一直没搞清楚 但是feeling 你讲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的本质上的 我们叫 annotation connotation 就整个的意思 是差不多相近的 就是它的内核 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到了这儿feeling 他把它翻译成情感 是 其实你说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你说那个sense和feel 你去感觉它 和从感情上去感知它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就算有区别 so what 那怎么样 因为可能 我真的比较傲慢 就像那句话 我的性格 我最了解 或是说 我的命运 我自己知道 以前有人说 我给你看看展文 算算命 那对方说 我还要算吗 我的命运 我自己知道 我走一路走来 走到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我再不知道 我的性格 我的命运 太好笑了 我太不讲 静了 可是你叫我玩吗 好啊 玩一玩 像我也做了 烟烟什么TP 那所以 这是一个傲慢的观点 可是不傲慢的在于说 我觉得也很好玩 很方便 年轻人说 大家还在迷惘之中 一做这个 就好像了解了自我 了解了自己 还有what's next 下一步呢 当我知道你是什么I 你是什么I呢 我除了说 能够顺耀你的性格 来跟你互动配合了 好像往往 至少对我来说 可能我有空气 是狂 扭曲了性格 第四次说了 扭曲了性格 所以说 我好想把你改变 就有点像很多女人 就 谁女人要改变你啊 我说 蛮好吃 我说男人也要改变女人 女人也要改变男人 什么呢 交了一个君子 要交了一个浪子 要把他改变为君子 那我意思是说 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我不是说女人 我们女人早已清醒了 浪子回头也不能要 那就好了 你爱改不改 与我无关 不要试图说 去改变别人 可是这个MBTI 往往也成为一个诱惑 让你觉得说 好像是一方面顺存从你 一方面去挑战你 改变你 对啊 我跟你正相反的是 不是改变别人 而是说呢 我一确定他 我自己就想改变我 比如说 我说我批人 迟到 我下决心从明天开始 我就不迟到了 结果呢 结果呢 今天没迟到啊 今天 是因为今天要改变了是吗 今天比你们到的都早吧 对不对 我肯定比你早 你要化妆嘛 关键你这个改变的持续性呢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对 我还真的觉得 人是可以改变的 人是可以改变的 只看你这个决心有多大 而且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有一切的可能性 人的心里其实就像个小说家 他有一百种性格呀 要不然你就不会理解 你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人物 你心里有啊 只不过他的显和隐 强和弱 或者说你自主意识的选择 你认取 你认取什么 我觉得所以一方面来说 人有这个惯性 你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看出来了 所以我才能够改变我自己 但是性格真的无所谓好与坏 当你说那个工作什么 一般的那个迟到是不好 但是你看我是一个 我跟吴老师可能一样 我从来不迟到 但是当然不迟到我觉得是个好事 但是作为一个性格来说 它说明我的性格不够放松 其实很累的 所以我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最初也是 我觉得这个文桃 我就对你有很好感的一个重要部分 觉得你随性 你也不能助长他那个迟到的那种 但我的意思就是 我工作中或者重要的事我不迟到 但日常比如咱俩约个饭 或者干点什么小事 我能不能放松 就是不要那么可丁可卯的 就是不允许自己迟到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很难 这就是所谓性格就是命运 以前可能很多小孩会羞于说 我是一个爱人 因为我们从小会觉得 你不融入群众 你群众关系不好 你不够合权是一个 是个缺点 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给我的评语 就是你要搞好群众关系 你看你孤僻 我一个小孩我都懵了 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 那我是爱人 挺酷的嘛 人梁朝伟先生都是爱人 我怎么 我觉得予有荣烟 就是他会让很多的孩子 去证实我性格当中 可能本来会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 这是他的积极的作用 你这么说好 是不是 我问你 比如说要是你看到 关于你的心理描述 哪怕是一个心理医生 跟你讲 说得特别准的时候 你特认同的时候 你感到的是什么 取决于他讲的是什么 如果比如就正 翻范的就是 他说我性格 说得真是太对了 如果是我不在意的 比如说吴老师说 你会觉得你的性格当中 你可能特别较劲 像你说你可能有点封闭 有点拘谨 或者什么理性 诸如此类的 我都认同 我接受 但如果他涉及到我内心 人总会有一些抗拒的 不愿意去正视的 内心的有些 可能阴暗的东西 或者脆弱的伤痛东西 我可能会特别抗拒 我会在他做出 那个评断之前 我先 我以我们的方式 话语无形 就你别说了 我也不想听 咱们到此为止 我一定会这么做 你不会感动吗 我不会 这有啥感动的 他说我 我为啥要感动 我不明白 咱们说公司拿这个找工作 是问题的一方面 其实据我所知 中国年轻人 主要还是拿他当娱乐 但是问题 这个娱乐的后边是什么 我有一个猜想 一切都是因为孤独 就是怎么说呢 你看当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 我得到了注意 我对我自己得到了某种认同 甚至于你知道 有一个人跟我讲塔罗牌 你知道有个人就失恋了 在晚上啊 玩看一通宵 看一通宵 这个塔罗牌 那个大仙们 哇哇哇就说说说 然后你看那个网上 还经常也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此时此刻 你的那一位 他是不是也在想念着你 然后比如或者说 三个月 他是不是现在找了 另一个男朋友 或者说你现在到底是应该 去跟他再说一次 再争取一次 还是就此放弃 后来我这个朋友明白了 他说啊 这是我一种 度过失恋的方式 他说实际上是感觉到什么呢 不在于这些塔罗牌的主人们 他们讲的对与错 而是在于 他们在谈着我心里想的事情 他说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这个 但是又能跟谁说呢 跟哪个朋友有耐心听你说 他说有的时候 这个塔罗牌也好 什么也好 你知道吗 等于说有种温暖 就好像 哎呀 我不那么孤独 我不是一个人在苦思这个在承受 有人似乎在说着跟我心里想的一样的那些话题吧 对 人是需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我独特的存在 但同时需要找到同类 就是确定感 就是因为一位 一位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 就我是谁 我们真的想这个特别清晰的知道自己是谁 这事不容易 而我们只能大大大 大致的模模糊糊的知道自己是谁 当然有一个测试 就是说你是怎样的 而且确实MBTI有这个好处 没有这种歧视性 是不是还有归属感 对 还有归属感 我们属于这一类 不只 刚刚老师说确定感 我感觉说还不只确定 还肯定 他不会说 你得出来说你是一个小气的人 你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你是一个很好色的人 他不用这种语言 他都是用正面 好像中间其实是偏向正面的 给你确定你是什么人 我们从小连我都是不合群 不合群 但我女儿也被他老师说不合群 好像我身边没有朋友 没有被老师写过不合群 其实是老师自己语言的贫乏 他找不到语言去描述你 可是文涛刚刚说到什么塔罗牌 我想到一个经验 蛮好玩的 你也有提到什么星座雪形 对吧 我比较老牌 我算紫微斗数 香港那边算紫微斗数 然后像我命宫里面 很好玩的经验 有一颗星 是陀螺星 转来转去的 你命宫有这个星 表示你什么呢 三星两翼 三星两翼 OK 那本来一般是说不好 犹豫不决什么什么 可是也我把它理解为 我思虑很周延 周密 我事情不会很冲动 只看一面 看方方面面 所以想的多 运转的多 所以我就把那方面的焦虑跟烦恼放下来了 当我碰到事情 我觉得哎呀 到底A了还是B了 我选择假了还是选择宜了 想了半天很烦恼 那我就提醒自己 那表示说 我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的 所以我要干嘛呢 冷静 沉着 不要那么烦躁 反正我就会想 越想的多越是好事 那这个就可以引导我自己 帮助我思考 所以运用之妙在于人 对吧 有些人呢 你就把它搞成迷信 或者是搞成负能量了 但是你只要会运用 对吧 任何一种工具都可以拿来 提升自己 或者说调整自己 而且这时候我们在看见这个 马老师的一个刚才老师掌控 他看这个掌控的好处 刚才这些东西不高级 紫微斗数在高级 他心悦诚服 他学这个 你看 他觉得这个 他觉得MBTI 这玩意儿 就是 他不接受